阅读是我们看到活化大脑 最好的一个方式 另外一个是游戏 任何游戏都可以 甚至你做白日梦冥想 都会改变大脑的神经连结 你的孩子创造力 有创造力 你给他要有很多生活的经验 就经验会帮助神经连结 他还要阅读很多的书 因为没有背景知识 你看到这东西不认得嘛 你怎么去创造 而且我们一定要讲一句话 大器晚成 真的没有书在起包点这句话 所以我觉得父母亲千万不要 因为这样子 我们说去损害女孩子的自尊心